前罢免黄杰发言人徐尚贤 再度发动罢劫 宣布第一阶段已经收到 一千多份联署书 民进党立委黄杰回应表示 一切尊重 大家都有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 前立委郭正亮 24日在政论节目中表示 要罢免黄杰没那么容易 不过市民当然能表明他们的态度 罢免黄杰的人 搞不好就是以前的同一群 郭正亮接着表示 如果黄杰有意参选2026年 他也不会太意外 黄杰那一区立委选战 高雄市长陈其迈 对他最大的贡献 就是劝退三个市议员 三个市议员都比他资深 都在地都当三届以上 显然是总统赖清德 和陈其迈共同的杰作 因此他有两个贵人 所以很强 黄杰他当立委之后 完全没有在监督执政党 跟绿卫兵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他除了只监督在野党之外 我看他这一生只想监督的 就是韩国瑜院长 人民百姓每个月 我们可是花了20多万的公帑 去养了黄杰这样的名义代表 但他只是把政坛 当然是他作秀 摆拍的舞台 若是这样子 去当艺人就好啦 为什么要来用我们 人民百姓的名师名高 来让他进行网红 跟艺人要做的事情呢 民进党新科立委黄杰上任后 争议不断 不但在立法院迎撬门锁登上版面 上月又迎台风天出国 不再选区IP 这让议员日内 惊险度过罢免案的他 如今恐再度面对一次霸解案 霸解发起人徐上仙 7号宣布 罢免黄杰第一阶段启动 目标在明年2月前 联署3500份 并有意集结国民党的力量 让黄杰下台 第一个 黄杰他当立委之后 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到底要监督的对象是谁啊 他可能以为他是民进党扶植出来 扶摇职上的立委 所以他只需要监督在野党 根本完全没有在监督执政党 跟个绿卫兵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并不是高雄第六选区的选民 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应该要做的事情吧 再来就是他除了只监督在野党之外 我看他这一生可能只想监督的 就是韩国瑜院长 你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怎么会把你所有的心思 所有的心力 放在监督立法院的院长身上呢 这完完全全是荒谬的 其二 他完全把政坛当作是他自己摆拍 作秀的舞台 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 人民百姓每个月 我们可是花了20多万的公帑 去养了黄洁这样的民意代表 我们要他是在政坛上去为您喉舌 替人民监督 但他只是把这样的一个政坛 当然是他自己作秀摆拍的舞台 若是这样子 他直接离开政坛 去当艺人就好了 去当网红就好了 他靠他的本事去作秀去摆拍 可能还能赚到钱呢 为什么要来用我们人民百姓的明知明高 来让他进行网红跟艺人要做的事情呢 这完完全全是不合理的 再来就是第三点 黄洁在这一次我们高雄淹大水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看出来 黄洁他完完全全没有把人民百姓放在他的心中 你如果真的是在高雄淹大水的时候 你另外有行程 你就明明白白的跟你的选民讲清楚不行吗 为什么你要先假装你好像在贪灾 先洋装你再关心选民 最后 你才要来找一大堆理由 说哎呀其实我不在 但是我的团队都有在做事啊 你何必要做成这样子呢 你越这样子做 只是越欲盖迷章 你根本就没有把人民百姓放在你心中 你不诚实嘛 再来就是你回来之后 你竟然利用了这一个去关心人民百姓的机会 继续的摆拍作秀 人家在看灾啊 黄洁他在看灾啊 他在看百姓受苦啊 竟然穿了个皮鞋去看灾 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灾 你是完全想要去摆拍作秀吧 最后竟然告诉大家 哎呀我去看灾 人民百姓还觉得我很棒 还帮我鼓掌到手淤青啊 你这个简直在人民百姓的伤口上撒盐啊 再来 黄洁的荒腔走板的说谎 当贼 这就更不在话下 黄洁他是立法委员 应该是人民的典范跟表帅 但他竟然可以带头公然的 在立法院国会殿堂说谎 人家讲他他说没有 最后被抓出来还要找一大堆的理由去搪塞 再来就是你身为立法委员 你可以去偷东西 你可以去偷开门吗 你可以在立法院茶水间干这些 逃来暗地的事情吗 你是人民的表帅 竟然做出来这么多荒谬绝人 荒腔走板的事情跟言论 以上几点 完完全全证明 黄洁根本就不是任立法委员的职务 目前霸杰的进度如何 非常非常的踊跃 我们在当初我跟罢免于北城的发起人 游志斌以及前罢免陈伯伟的领先人杨文元 我们在开那一场公平黄洁的说明会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高六选区的选民都表示 如果要罢免他们一定参与 当天又还来了一个八十多岁的一个高六选区的选民 声泪俱下来告诉大家黄洁到底是多么的荒谬绝伦 所以在罢免案我们正式启动之后 在第一天无论是在网路上面的询问度 以及联署书的下载的那样的一个频率 以及我们现场目前虽然只有凤山区的一个实体的联署站 但是大家的反应是非常的踊跃的 我们对于第一阶段的3500分的目标 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在明年的2月1号之前就可以完成 黄洁的恶劣不只在烟大水的时候落跑 黄洁更恶劣的是新联孔包装旧正式 真正水水心肝都是贵的 我们要告诉黄洁 这一千多份的联署书请你好好的来面对 高雄烟大水这么严重的灾情 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高六选区的选民 他是用什么样的不屑的态度把我们高雄的人民当成白痴 黄洁你就等着看你的嚣张的态度 高雄市民一定会要你付出代价 这个战帖里面写的东西非常简单 我们要告诉黄洁一件事实 你当初说要罢免你 是高雄第六选区选民的事情吗 你当初说要罢免你 由高雄人来做决定吗 现在这张战帖里面 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告诉黄洁 从8月7号启动第一阶段连署书的收件到现在 今天是8月23号 823炮战 我们来这边跟你开炮是刚好而已 你们可能忘记了823炮战的历史 我们并没有忘记 今天高六选区的选民要告诉你 短短两周的时间 我们已经拿到了一千多份的连署书了 这个里面我就是要告诉黄洁 我们要告诉黄洁 这一千多份的连署书 请你好好的来面对 这是你高雄第六选区选民的心声 在此我们也要再一次奉劝 民进党的诸公们 以及我们高雄的大家长 陈其迈市长 黄洁是你们要护航的对象 但是 最需要你们呵护保护爱护的 是我们高雄的市民啊 不要搞错对象啊 你是高雄的大家长 你只需要保护黄洁一个人吗 那短短两个礼拜 这一千多位高雄市民的心声 你有想要听吗 你有想要爱护这些高雄市民吗 高雄淹大水这么严重的灾情 你现在一心想要护航的黄洁 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高六选区的选民 他是用什么样的不屑的态度 把我们高雄的人民当成白痴啊 今天这张暂帖要黄洁好好的思考 那我们在此也要呼吁 我们很希望 黄洁你本人可以出来面对 你当初你也告诉我们 要罢免你先来高六选区 我许商贤在今天我就告诉你 你不要太過敲敲敲敲敲沒落在那久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們也可以學學你們民進黨 之前在搞罷免案的時候 你們最愛搞什麼 簽戶口啦 簽給我靠啦 算不得了 簽來高六選區就好了啦 你以為有多困難啊 這你們民進黨之前用的方式啦 大家先來知道的啦 看要不要學你們而已啦 你如果繼續敲敲敲 我徐尚嫌第一個簽過來啦 不要太過敲敲啦 高六選區的選民滿四個月就可以罷免你了嘛 明年2月1號送件啦 到現在才有四個月以上啦 黃姐你就等著看啦 你的囂張的態度 高雄市民一定會要你付出代價